歡迎收看創富激發點 我是Christy 今天找Rae和我們聊聊 是 你好 你好 財經界的市場關注點 肯定是新地聯席主席郭炳剛和郭炳聯 被廉署帶回去調查 還有前政務司司長許時仁 令到新地相關數碼通 還有一隻新意網全部中途停牌 怎麼辦呢?如果這麼不幸 有些股民持有這些顧分 其實投資者要注意一件事 要看新地佔恆子的比重大概多少 我們看新地佔恆子的比重大概是3-4% 涉及的比重其實不是很多 不過投資者要注意一件事 始終新地的市值大概超過2000億港幣 市值這麼大的時間 如果突然間調查之後也復派 突然間有大量的投資者去沽售股份的時間 有機會或多或少會影響恆生指數 不過剛才正正提及過 涉及的百分比其實不是這麼大的時間 我相信暫時如果出現大量沽壓 如果復派之後出現大量沽壓的時間 我相信對恆子的影響都不會這麼大 但如果復派 持有這三隻的投資者 是否應該要立即撒淡離場呢 投資者也要看回未來的前景 因為我們看到郭氏三兄弟 最近這幾年其實都有很多一些變動 我們看到郭炳商也做了非執董 郭炳聯、郭炳江突然間去接受調查的時間 那會不會是郭炳商會去接棒 會去勝任主席的位置呢 或或少可能這樣的動作的時間 對相關管理層的士氣反而是好事 也要看回這段時間 管理層會有什麼變動 你說始終這麼大間上市公司 也去經營一些地產業務的時間 我們看到相關財政狀況也是穩健的 那你說是不是真的 一些管理層人士去接受調查 會影響到盈利或者股價呢 不需要這麼擔心 不過這段時間我們看到 港股的氣氛比較低迷 也不是跟隨著歐美的市況上落 我們看到最近 除了有一些國有的民企 出現了一個洗倉潮 也看到本地有很多上市公司的企業 其實都危危附 又說調換核數師 有些會計師又突然間辭職 我們看到身體又出了一些新聞的時間 很多人都揣冊 就是說接下來 究竟會不會開始涉及 一些大型的上市企業 會不會又出現問題 我相信 始終這段時間 其實氣氛比較低迷一些 但是你說 可能相關管理層 都是協助調查的時間 我相信 就是不需要這麼擔心 是的 暫時都不知道究竟是什麼事 可能是調查喝杯咖啡 可能是 另外 剛才提到大市 分析一下大市 因為最近實在都頗悶 好像說今天港股又跌下來了 全日就跌了276點 收報20609點 成交都不多 只有562億左右 所以接下來 市場好像都沒有什麼好的消息 人們經常說QE3 其實都趕了很久 又說4月又說會減存款準備金率 這些又是揣測 其實後市來後 是否還是比較滿局 是的 我相信暫時 恆指都徘徊在大概 二萬點到二萬 一千點這個區間上落 有時候那個波幅會比較大 我們看到一些利淡因素 還會不會纏繞著恆生指數 甚至港股呢 我相信短期慢慢一些利淡消息 已經陸陸續續消化了 始終我們看到7月份 就是歐元區的援助荒浪提前了 兩個援助荒浪加起來 也涉資大概是七千億歐羅 那裡涉及的金額很大 還有我們始終市場預期 就是白藍黑最近的言論 有機會下個月以息的話 也會推出QE3方面的荒浪 如果美國真的推出QE3 配合7月份 歐元區的一些援助荒浪 那裡大量資金投放出來的時間 還有我們看到就是 上年年尾 一直內地中央政府都說 希望將內地的股市提振回 雖然我們看到最近有一些消息 就是廣東省方面的養老金 很多人在市場衝緊著 就是隔離前衝緊著 就是會不會那裡大部分資金 就是會扔出來 然後會投放回到股市那裡 或多或少也有利於港股 但我們看到就是 相關那個方浪叫做 就是反而受惠不了 但我們看到就是 始終過往在2011年的時間 其實內地方面的升幅是有限的 亦都預期中央政府 亦都會去救市的時間 我相信就是港股接下來 都會慢慢升上去 還有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配合業績公佈期 我們看到就是 很多一些大籃籌方面的盈利 其實已經提升了 還有我們看回就是 港股的市盈率 大概是8到9倍左右 歐洲方面的市盈率是11倍 美國方面的市盈率 就介乎大概13倍左右 那你說港股的跌幅空間 還存不存在呢 我相信暫時 就是最近的調整 已經充分表現了 就是說那個利潭方面的因素的時間 我預期就是說 接下來港股會慢慢升上去 即是接下來 好像說下一季一樣 都看好港股的脂肪 都看好港股 都看好港股